舒服是懒惰 我觉得 懒惰 舒服是懒惰 给我一个最不舒服的衣服 懒惰的 甩甩 大家好 我是Janelle 胡御师 那每年的红星大奖 除了比演技 比人气 更是一个时尚节目 就有一位艺人 她说了如果今年十大 粉丝投票得多 她就什么都不穿 她就是徐美珍 美珍姐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徐美珍 所以你已经决定什么都不穿了 对吗 其实差不多是这样子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的那件衣服还没有解决 所以可能当天什么都不穿 好 那这一集就结束了 对不对 谢谢大家 有没有比较喜欢的款式 我一直在很想穿西装 我觉得是身高的问题 因为比较高挑的女生穿西装 她们可能看起来会比较好看 好 不然也不可以穿很高的高跟鞋 我跟你讲很贱的事情 你觉得你的平台很高了 然后那些高妹好像Carrie这种 她穿的平台也是一样高 所以你怎么跟她们比的事还是一样的 在红星大奖的时候 之前你会做一些准备 运动 饮食 然后体重 我们讲得有点兴趣 好 减肥 Body Builders那种 拿去亚铃的那种就要去竞争自己 她们就去桑那 去脱水是不是 所以她的线条就非常地明显 那女艺人也可以是不是 也可以 不过你脱水的话 那你就是你的脸的 也会变干 所以很矛盾的 真的很矛盾 又要补水 然后又要让自己的线条好看 那现在我们就要去试衣服了 试装 好期待 还记得美真杰在亚洲影艺创意大奖 穿着性感礼服吗 什么都不穿 那件就是由造型师Keef Punk 帮她准备的 是 所以今天我们红星大奖 也是由Keef来帮你准备 是吧 是 欢迎Keef老师 好 欢迎Keef老师 你好 大家好 那你今天Keef是为美真杰准备什么 其实我开始要跟她谈讨 我就觉得上次那一届已经露得很多了 所以可能看得不过瘾 没想到她放话 她说她今天可能什么都不要穿 那今天你没有工作 所以我很努力 我就没有找衣服了 因为她找她不要穿吗 我们差一点也找不到 对 真的多谢苹果她们 其实有很多很漂亮的衣服 所以今天我们想要带她来试一试 就在那边 准备好了 来 你看美真杰她参加亚洲影艺创艺大奖的时候 跟现在我们红星大奖 我们的服装是要怎么安排呢 才可以就是 哇 耀眼 其实同一件衣服在模特身上 其实是扁的 看起来OK 蛮好看 蛮时尚的 就是你所谓的比较风格 但是在美真杰上她的身材很丰满嘛 所以看起来可能会有一点点太过性感 所以我们就有点担心 但是后来我们觉得 因为整体上看起来还是很优雅 还是可以让她变得很有欣慰 我觉得OK可以接受 所以我们才大胆地尝试 是 而且那个结果是好的 对不对 对不对 平了 哇 你看我是不是 我跟你说的身材好吗 如果你这件衣服 你要再搭多一个什么东西 我会选择一个 超级的衣服 因为很多人印象中 出席一些点 你都一定要穿长的 拖地的 或者是非常大的那种 我觉得不可以这样 然后我有跟她沟通 她说OK 她没有在搭 所以你们之间没有吵架过吗 没有 因为她没有头发给我拉 这个颜色也太美了吧 但是会不会是这件 我们真的还不知道 因为还有很多件要试 好 先把试第二件 美真杰跟我 我们其实有享受 享受红星大奖 我们想要穿那个 拖地的之类的 你也是想要穿拖地的 可以吗 你觉得 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就是叫小玲珑的也可以吗 可以 但是 很重要 你一定要选到适合你的身型的 你看 这个就是有点松 所以这种就是等下要修一下 对 来 对 这个是那种 就是很典型 很优雅的那种裙子 这个其实你搭配那个手势的话 就把那个手势带出来 所以它其实是很经典的一个卡 对 你十年 二十年之后看照片 你会不会觉得 我当年为什么穿得这样 它不会 适合选 对 但是我觉得其实它头发跟妆非常重要 如果要选择这件的话 因为如果它的头发跟妆 让它看起来有一点点老气 就完蛋了 喜欢吗 这件 这个不错 我觉得 再试试看了 还有很多 可以上去 那Keith 像我这样子的女生 你觉得我适合哪一些服装 哪一种衣服 其实你很多衣服很适合 因为苹果都是很适合像你这样子年纪的女生 你自己本身喜欢穿什么样的类型的衣服呢 我是一个很喜欢穿舒服的衣服 谁不喜欢 谁喜欢穿整粒刺女的皮肤的衣服 我比较喜欢走那种优雅 成熟的那个路线 真的吗 优雅成熟 你这么年轻 因为我就是脸看起来可能比较年轻 其实不年轻 比我老 好 我们要谈点了 不然这样子 我们要玩一个游戏 你先去找一些 我会喜欢的 你会喜欢 然后我才来评 你看 其实这些都很年轻 非常适合你 你不喜欢你喜欢要成熟的 为什么会不会太 真的 你选得很趣 很趣 是什么意思 因为有一点点带充满的感觉 是 这个好看 这个很青春 很年轻 就是年轻一点的话 就会搭配一个短裤吗 对 这个短裤是有这种线条的 对不对 然后这个衣服也是有线条 这样子可以的 其实这里可以教大家一个小小的贴士 那如果是你所谓的 有不同的那个图案 对吗 对 同时在你的身上 那其实一个巧妙的方法 就是运用同样的颜色 同样的色系 因为它都是蓝色的 所以它不会突兀 明白 对 这样就可以了 非常安全 对 那美真姐好像好了 我们先去读一下 你完全没有在管它了 太好玩了 这个 这个也不错 对 好 我们去找没成绩 这个呢 就是 哇 这个也是很典型的 有点神经典的感觉 我觉得 这个也有点难走 要踢 踢 哦 要踢 其实走也非常重要 因为有些女生不会走 把那个整个衣服给毁了 她比较大气 有 有 好 人家不敢坐在你旁边 一米距离 一米距离 其实我会给她一个腰带 我不会用她的这个原本的 因为如果你发现的话 如果每次不要姿势 她把手放下的时候 她其实你看得好像一堆红色 然后我这里我会给她可能 就是一个黑色的腰带 可以称动她的腰型 就看起她非常地瘦 不然你只能看 好像有点像圆形的一个形 红包 对 就不好看了 真的真的就太红了就不好看了 好 所以我想我们要选第四件吗 好 那Keith老师 你有没有 就是准备过一件衣服 或者一件礼服 它是很好看很好看 可是就是比较没有那么舒服的 我自己是有一个信念 如果那个衣服不管多好看 穿在你身上 你不舒服的话 你就一整天一直担心走光的话 其实你会非常不舒服 而且会显得在你脸上 你就在那边 对 你的整个肢体语言就会很奇怪了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 我宁愿你不要穿那件衣服 虽然是非常地漂亮 但是我觉得那还是不要 对 当然这一次 我没有遇到一个这样子的问题 真的吗 谁 谁 不可以讲的 不可以讲的 美贞姐好了 我跟你讲 我三次穿那件蓝色的衣服 对吗 我就坐下来 坐下来 然后它旁边的那个玻璃就卡在一起 然后我的门就 因为它卡的时候它是用鱼线绑 全部是用鱼线 不是 一条一条 不是 它是一粒一粒 它是一粒一粒 所以后来卡住了 然后我们就慢慢拆开的时候 有一粒的那个鱼线就崩了出来 之后我整个晚上呢 两个钟我就靠墙 好 我是爱美表明 你穿得好看 你干吗要脱呢 舒服是懒惰 我觉得 懒惰 舒服是懒惰啊 给我一个最不舒服的衣服 懒惰 懒惰 这个我要补充 因为这个衣服它其实里面不是 不是配搭这个的 对 因为现在我们一定要穿一点东西 可能到时候会没有穿 非常通风 既然我已经试穿了这么多件衣服 到底当天晚上我跟Ki会选择哪一件 就记得要收看 4月24号的红星大奖 喜欢我们的视频一定要赞订阅 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通知 视频不能看